有些建築者會說香港是一個很濃烈的地方 無論你去到哪裡都有很多東西去衝擊你 很多感官的刺激 這個鏡頭是SOGO的一個曾經是全亞洲最大的LED鏡頭 我是Samson 我在大學教成事研究 但在我的工作以外我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去推廣大家在城市裡面散步 我們今天看不到 但這裡有一個LED鏡頭 我很喜歡在這裡一看上去 下面就是排檔 這裡就無法拉一個 你一看上去有一個直角90度 看到周圍那些樓的反射 看到那個天空 我很喜歡看城市裡面 好像有各種各樣人想跟你說的 包括一些訊息 包括有廣告叫你 請你去買一些東西 我會去觀察有些什麼路 其實不是典型的路 可能在地圖上看不到 例如有一條在後巷收起來的樓梯 有一個穿過某一棟大廈 原來由這一點去到另一點 我看天橋 我會看地帶的通道 我很喜歡想 城市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路 讓我們穿梭 在兩棟大廈之間 很少很少人走過去 但是運貨 這條路就不用被撞到那麼多人 對於我來說 一個人在哪裡成長 其實對於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有一個座標 我自己的座標就永遠都在香港 在座標 為人自清洁